来 今日过后 你便是我云兰宗的人了 以后这偌大的宗门 也只能依托给你了 岂敢岂敢 宗主已是斗宗强者 日后成就不可估量 云兰宗在宗主的带领下 想必会越发昌盛 硝烟那小子 与云兰儿关系暧昧 如今知晓我许晓的这桩婚事 恐怕今日便会杀伤云兰宗 我不会让任何人 破坏我和云兰的婚礼 宗主 今日婚礼之后 还请解开云儿体内的封印 我想带她出去走走 到时候 她若是想通了 便能理解宗主对她的苦心了 这是自然 毕竟云儿是我一手养大的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我感觉她的意志 我会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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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为了拿龙虎河 轻视的竟云云进来出去 我这么做 不过是想借这位 丹王之手消耗硝烟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我们便能坐手于汪之力 这倒是无所谓 不过你可别把骨盒给弄死了 看这家伙的灵魂力量 定然又是一个优秀的灵魂体 顾河身为六瓶莲药士 对我云蓝宗的好处极大 怎么 你还不乐意 云山 我魂殿能让你从当年冰死的地步 达到如今的斗宗势力 那便能再次让你一无所有 记住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魂殿赐予的 魂殿对我有大恩 我自是不会忘记 既然魂殿对骨盒有兴趣 那等事成之后 任悟护法收走他的灵魂便是 怒底 人生宗主 果然 що PT 如果 那 по布至ais 小心 你们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满宗真是大手笔啊 没想到那么快啊 请 请 请 习近阳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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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慢着 霓山公主 何必如此着急 今日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 可还没定理 硝烟 哼 你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还敢再次大放厥词 霓山 为我硝家的血仇 就算赔上整个云南宗 也难以洗刷 家行天 怎么 你也站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边了 哼 你云南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还把我们当嫂子吗 好 好 好得很 既然你们有这般胆量闯我云南宗 那今日便都留下吧 是 是 是 云儿 你为何总之这么在意硝烟 硝烟 硝烟 今日是我大喜之日 已经率人上云南宗捣乱 未免太过嚣张 哼 云南宗毁我硝家 便不嚣张了 云南宗强行剿灭米特家族便不嚣张了 既然你云南宗敢嚣张 那我硝烟 有何不敢 我与云南宗不死不休的生死之仇 今日前来 便要彻底了结恩怨 你以为云山 是真想把云韵嫁给你 哼 他不过是为了拉拢你这位丹王 以及你身后的侍女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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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如何 我真心爱慕云儿 也愿意为了他 加盟云南宗 云山的云山 为了拉拢强者 你竟对自己的弟子都用这般卑劣手套 当真是一位死尸啊 哼 当年让你侥幸逃脱 这次我定会抓住你 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了 曾主 今日之事 与我有莫大关系 此人 请交给我 这广场上有不少与骨河交情颇深的强者 若他有插手 其他人 只怕不会凶手旁观 嗯 嗯 是有些棘手 放心 这是我肖家和云南宗的恩怨 所有妨碍我的人 都是我肖炎的敌人 即便是你骨河 也无例外 哼 动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加玛帝国最杰出的后起之秀 能强到哪儿去 十招之内 你若不败 我立马撤兵 不过 你若是撑不过十招 那今日我与云南宗之事 你休得再插手 好 我骨河便应你之战 接你十招 我要在他面前 将你击败 哼 谁不败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千焰剑纲 小妍 如果你没出现 那今日 我便能得偿所愿 不过 只要败了你 就还来得及 你已经执意要做云山的枪 那我自然也不会留情 有那自火消除 不过的战力 至少能媲美四五星动画 硝烟 已经八招了 八招已过 看来硝烟是赢不了的 果然哪 也不过是个狂妄的矛头小子 解决你 两招足够了 硝烟精也是动画 硝烟 没想到能看到两个斗黄大战 续张声势罢了 虽然战力堪比斗黄 可实际根本没有突破 想在十招内打败骨盒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如今还只能借他人之力的话 硝烟 你的下场一定比三年前更惨 最后两招 就好啦 我只能借一次 几分 2 5 3 5 给我出来 熙虎 醉剑烟 小炎 结束了 其后一招 骨盒输了 骨盒竟然输了 怎么会输啊 骨盒败了 依他的性子 定不会当众出尔反尔 也算是少了一个心头大患 等会大战开启 一定要拦住云兰宗的长老们 不能让他们形成合机阵势 至于云山 就照硝烟说的 交给他吧 你赢了 云月 或许你的选择没有错 我的确不如他 云山宗主 骨盒认输 必然要履行诺言 不再插手你们双方之事 至于这场婚礼 也请宗主撤销吧 告辞 告辞 只当我们离开了,那我们也…… 先走吧,先走吧,走吧 萧妍,我不得不承认,已知三年前你长进不少 所以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活着下云兰山 嗯,无愧是斗宗强者 云兰宗众人听令,今日的入侵者,杀无赦,一个不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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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兰 你大可不必说什么杀无赦 你害我父亲失踪,回我萧家之仇 本就不死不休 混账东西 你该庆幸你爹没在我手中 不然定要好好折辱他一番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老师,你 云山 我们父亲到底在哪里 在一个你永远救不了他的地方 他在魂殿手里 是吧 你竟知想魂殿 想必是你体内那个灵魂体告诉你的吧 他竟知道老师的存在 果然有魂殿有勾结 所有弟子结阵 是 就让本宗主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天火三悬变 琉璃变 天火三悬变 琉璃变 天火三悬变 琉璃变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可惜只对斗王有用 这本宗却是哪是这样的 双异叠加 银山 你现在还敢说没用吗 速度还行 可惜力道差点 这招你三年前就用 招式相同又如何 照样让你报仇 招式相同 招式相同 好 好得很 自从我进入斗宗以来 你是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权盈的人 居然你能达到这本地位 本宗今日便让你坚持 是就做真正的斗宗强者 这个家伙早就有他说过 只要拖住云山便好 他的势力 我在内远大长的苏牵之下 恐怕我有彩灵的女之疲惫 地火鹏 这便是你的仪仗 那你今日可怕要失望吗 好快 哼 我说过 在斗宗强者面前 一切手段都是无用的 找死 我的学生 岂容你一个小小斗宗弃 是小眼体内的 那个灵魂体 宗主 那是宗主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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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宗主 那是谁 驾马帝国何时出了这么为强者 小炎最强的帝派 终于亮出来了 小炎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当年我就察觉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古怪 若是当年 本尊只叙一句话 你这云蓝宗 便得在斗气大陆除名 本尊 面前这个老家伙 竟然是名斗尊 不管你当年有多强悍 自会有人来对付你 区区一具灵魂体 也敢如此嚣张 你既陷了身 那今日就陪硝烟流下吧 凭你吗 凭我或许不行 不过 有人等你许久了 嗯 这是什么 宋内何时隐藏了这个不唯一的东西啊 这不唯一的东西是之前那家伙 他果然藏匿在宗门内 和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误会 不唯一的东西 是 不唯一的东西 是 我 不想欣賞 一群老鼠般的怪物 當年你們駐韓風的畜生對我出手 這債 我們今日也好好算算 哦 你擁有肉體 但護法或許還距離分分 可你如今忍不呀 對付靈魂體 我魂殿有的是手段 雲蘭宗果然藏有魂殿強者 這傢伙很強 即便是我出手 也很難擊殺他 小燕 我不能分手方面的 一切小心 嗯 老師全心對付那傢伙 雲山由我來對付 勿護法 那耀臣便交給你了 嗯 您可別把這小子給弄死了 他們小家 還有我們魂殿需要的東西 嗯 嗯 放心 我會留他一口氣 哦 難道 魂殿的目標 是那塊妥射古地獄 他們抓父親 也是因為這個 哈哈哈哈 把你錢拿回去 想必定能讓殿主大起 哦 是 我倒要看看 現在還有誰能幫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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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当年你能逃脱魂殿的追捕原来是靠灵火 你魂殿对灵魂体的克制手段对我没用 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这云蓝宗便是你葬身之所 请你一个灵魂体想要杀我 做了的 三段魂锁 这老家伙猛神厉害 难怪魂殿出动了三位后法 还是被他给逃掉了 不过还倒是那几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竟然还真棘手 云山 速速解决萧炎 本来想细刷你一番 可惜情况不允许了 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 得赶紧把这小子解决了 不然 不然 等来老家伙腾出什么来 那可不妙 双叉燕刚 不ην 可以 身ational 你 你 shy 不是 尼 第三天 没想到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先前那道斗技 截别不低吧 所需要的斗技也极为庞大 现在 还能再施展几次 是不多 但足够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众生 是吗 你那道斗技威力确实不可小觑 不过凭这就想击败北宗 恐怕是痴人说梦 斗宗的实力果然不凡 依我如今的实力 施展开山因并不传熟 想要一举将他击败 难度太大 老师虽然隐隐占据上方 但他终究是灵魂体 无法与斗宗抢着持久抗衡 只要拖到海老他们腾出手来 拼了 受死吧 受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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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分化了 独立连心火 这梅间人力藏了一缕古灵冷火 大战士若有魂殿之人 我恐怕无暇分身顾你 就当做防备吧 多谢老师 该死 你又要来这招 休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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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的恩怨 便在精神了结吧 去吧 火怒火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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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快撤 撤 住弟子 立刻撤退 都没事吧 不知道萧嫣怎么样了 原以为我已经高看他了 谁料这家伙还藏了实力 岂能与斗宗强者相战 要超越他 只怕是不可能了 那家伙在火浪里 恐怕自己都逃不掉 萧嫣 你究竟创造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斗机啊 这小子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机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并将你牵纳回魂殿 变住对你的灵魂 可是岂敢信决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萧嫣 那萧嫣不过窦王跌风使力 只怕已经断气了吧 萧嫣是萧嫣 云山 云山老贼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让我苟延残产地逃走 这笔债 萧嫣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奉还 哪里跑 这一拳 先替我不是打的 这是替我死去的小家 毒人打的 这是为了害我大哥 他突然打的 这是为了害我二哥 消灭将军打的 进入 消灭 消灭 打下去 宗舑 打下去 用什么 打下去 责战胜负 就在这一拳之间了 萧嫣不会让人失望的 萧家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萧嫣不会让人失望 萧嫣赢了 萧嫣赢了 老师 我争够了 你也太疯狂了 这身伤 怕是要养好久才能康复了 快 把那家伙的尸体收走 动纵强者的骨骸 好 药臣 你速度太慢了 找死 谁找死 还说不定呢 好 老师 他 老师 本无法说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你药臣秦为温烈 九三百世魂 不好 这是 怎么回事 那个家皇 好像正在吞噬云山的灵魂 魂殿果然心狠手辣 心事不择手段 竟然强行吞噬斗宗的灵魂 今日之事 只怕不如煽了 不能让他顺利吞噬 教辰 单听一议可还破不了我幻天立法 老师 如今云山已死了 这云南中也失去福祉的必要了 是时候收回一些东西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住手 将他们的灵魂放过来 都市量力了 明云南宗所有弟子 直逝时伤浪其力 结阵 风铃分行剑 你怎么在这时出关 我逼过你 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 所以突破生死门后 就立刻赶来了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明云南宗 明云南宗 怕是要还你了 怎么会这样 是你 萧嫣 萧嫣 嫣然 你师祖一时糊涂 对萧嫁做了错事 明云南宗的敌人不是萧嫣 而是他 他才是一切罪孽的源头 我事后再与你说 现在 我必须为老师和长老们报仇 嫣然 帮我掌控阵事 云烟复日阵 恶魔 受死吧 凭这破阵 就想对付本护法 好 好 只想麻烦了 那家伙封锁了这片空间 好 好 该死 去吧 凡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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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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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若是云南宗败了 就算我斗气尚未恢复 也只能强行参战了 到时 并为累得老师分身来护我 那家伙吞噬了太多强制的灵魂 现在实力已达到巅峰了 就算今日我们所有人联手 恐怕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让老师落入魂殿手中 尽力而为 能教的 我都交给了你 其余的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好的 老师 你 今日这一劫 我云南宗 只怕是逃不过去了 不用着急 今日 你们二人谁都逃不掉 要臣的灵魂我要 这萧家之人 我也要 这家伙之前的实力 就和老师不相少下 如今他吞噬大量灵魂后 更是战力爆炸 你 和他拼了 这里交给我来吧 你去海坡东那边 老师 放心 即便他实力大涨 可想要杀我也不容易 老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老师的用心 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想辜负他不成 老师 是 本护法说过 今日你和他 谁都跑不掉 想动他 你的心收入我 才行 可惜 想要老夫的灵魂 不付出代价 恐怕 还真没可能 代价 本护法已经付出了 现在到你卸上灵魂的时候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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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别请你 胡同 这道鱼死往破的时候 拼死 我也要再用一次 扶怒火烈 绝不能让他回了老师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老师 老师 你 别去踢乱 不愧是万物打了我的药仓者 一举灵魂体都这么严肯 不过这样的战斗 你还能坚持多久 老夫也不信你这状态 你一直持续下去 你 你 我倒也傻 有个熟到前来的软世子 却能找你这个呆死的家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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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乖乖将你小姐的东西交出来 本护法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 你是谁 他的命 是我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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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硝烟身边 他竟已突破那一线之鹤了 还好他及时出手 嗯 美肚莎女王 我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奉劝阁下 不要管我魂殿之事 否则大火临头时 可是晚了 他的命 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谁都不能动 哼 烧死 不用担心 又没杜杀在 老师 快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担他的对手 SA 复古之躯 蛤 老夫今日 定要将你抹杀 哟 丧天伏传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分身去护霓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霓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也难与此人抗衡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绽 再次出手齐命 那便无人能抵挡他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他快支撑不住了 行吧 就赵已说 多谢了 这份情 小言紧急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飞机 他还没什么事 难远点 都没什么事 禁止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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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 千万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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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人实力都是不弱 看来只能用内招了 可惜啊 斗宗强者的灵魂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好 老师 老师 我 这 不好 还有你暴动中强者的灵魂 快阻止他 三墨万象 魂之葬礼 不行 回跑啊 回跑 所有人待在原地 不要乱动 怎么是啊 这可是有什么 此人引爆云山灵魂 不会就造个黑幕吧 只是怕哪里那么简单 这片黑暗中 酝酿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好香的灵魂暴动 老师 原神灵魂爆炸的能量 都在他的控制下 老师和彩离他们 少女怎么了 好可怕的灵魂危啊 有神 本来无法说过 青灵魂的头手了 哈哈哈哈 快你就呆在那儿吧 小家伙 我是 我是 是 没时间了 这缕古灵灵火的本缘 我留给你 若若我遭遇不幸 它在你额头上的火焰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封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它看 它会帮你 你放心 稳定神灵魂我的灵魂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 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我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丝毫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老师 我对你 老师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却不要依靠自己了 哈哈哈哈 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 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儿了 哈哈哈哈 拿下了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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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应该来陪你老师吧 不好 小颜 快走 来吧 小颜 快走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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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小颜 快走 小颜 小颜 那呢 跟我走就是啊 没毒伤 小子 今日没算你好运 想要你师父就来魂殿 我还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在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小家想要在加玛帝国振兴 还得依康你 是 云蓝走 老师 现在怎么办 小燕塔 他的两位之亲 我直接或间接地回于云蕴族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了 你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云蓝宗为我父亲在前 为我孤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为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蓝宗也屡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 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蓝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蓝宗被毁大坝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疑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蓝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人 那就先将我击败 云蕴 凭你现在的实力 这应该很容易 小颜 你伤势太重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自己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颜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你不是云蓝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蓝宗 别先去拜托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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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恩怨 三年天就结束了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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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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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 不要伤鹰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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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爷爷 云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别急 看萧嫣的意思吧 把云兰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萧嫁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兰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求你让我萧嫁人复活 你死了 求你让我风气和老师都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 求你饶过云兰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兰宗的宗主 若云兰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不合于世事 事后只能自问一切正为做事 小爷 小爷 云兰宗首额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 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一个月之内 解散云拦走 否则鸡全部留